来看医疗的讯息 随着时节进入冬季 民众经常会吃穀物来进补 像是手朱鸡、羊肉炉等 不仅是暖身也暖胃 但有医师就提醒 对原本就有摄护腺肥大问题的人来说 吃多了可能会使症状更严重 甚至酿成摄护腺发炎 出现摄护腺急性肿大 造成排尿困难 天气一冷 民众经常会选择吃穀物来进补 像是烧酒机、羊肉炉等 不仅是暖身也暖胃 而有医师就提醒 日前有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 因为吃麻辣锅进补 结果尿不出来送急诊 后来才发现是进补过了头 导致摄护腺急性肿大 造成排尿困难 三个小时前吃了麻辣菇 而且是超级辣的那一种 然后结果就导致说 一个急性的发炎反应 他还很年轻哦 30几岁 理论上不应该有摄护腺肥大的问题 但是就因为这个急性刺激导致发炎 所以他就突然因为摄护腺肿起来 尿到素脊就尿不出来了 医师表示 一般的进补食材 大多都含有姜、酒、肉桂跟当归等 都是属于行器活血的药材 而对原本就有摄护腺肥大问题的人来说 吃多了就会导致发炎变得更严重 有可能几十个小时都不会减尿 造成下腹部肿胀疼痛 而这时候就必须赶紧的就医治疗 饮食方面的话我会建议 第一个多喝水 第二个清淡饮食 多喝水的话一天我会建议 2000CG会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区间带 那再来的话清淡饮食的部分会建议 深色蔬菜像是菠菜 十字花克蔬菜像是花椰菜 蔬果的部分也建议像是番茄、巴勒 这种对身体比较有帮助的水果 其实都是我们有摄护腺问题 适合补充的蔬果类的对象 医师也表示 摄护腺肥大是中老年诊常见的疾病 如果东宁进补补过头 不仅对身体没帮助 反而会造成负担 所以建议浅尝即可 而平时也可以多摄取含茄红素 以及含辛的食物 例如番茄、巴勒跟牡蠣等 也要少吃红肉及刺激性的食物 这个全部和台中采访不到